回到新闻现场继续带您关心 台塑人物厂先前爆发污染事件 确定当地的土壤和地下水都受到了影响 而台塑提出的整治计划 今天在高雄市环保局的专家小组会议 获得有条件通过 但是要求台塑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修正 台塑人物厂污染事件 确定土壤和地下水都遭到污染之后 已经被环保署公告为污染整治厂制 必须进行调查和整治计划 16号召开调查结果报告 确认厂内共有五处土壤 遭到四氯乙烯 二氯乙烯和二氯乙碗污染 还有厂区外的中华村和五河里部分区域 也遭到污染 另外针对地下水污染后 所采取的紧急应变措施 也就是在厂区临近后近西旁 设置19处的地下水循环景 台塑认为已经有效组合污染扩散 但有专家提出疑问 也有专家认为采取阻隔只能挡住 新污染扩散 旧污染并没有解决 而且后近西的水质采样不够全面性 当地里长也有同样的疑惑 台塑表示已经协助装着制来水 解决民众用水问题 台塑提出的计划 厂区外污染区域将花一到三年整治 而厂内土壤整治至少五年 另外水污染整治则需要二十年 最后半位专家小组委员决议 让调查报告有条件通过 这是一个条件式的一个通过 台塑这一方面的话 他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查 一个报告的话 凝定他们的一个所谓一个整治的一个计划 而专家小组也表示 接下来台塑人物场进行整治时 委员们将会亲自实地访查 要求台塑尽数完成整治工作 解决命中的忧虑 记者李宣爱莫昭全高雄报导